华丽县各国中小学22号恢复实体课程 不过有34所学校因为失声确诊 而全校或者是部分班级停课 位在玉里镇春日国小 因为上个星期出现群聚案 家长担心孩子们上学 校长表示每天会落实做到三消三测 也就是近来要测量一回 中午要测量一次 放学回去测量体温及消毒 而疫情当前还是会跟家长宣导正确的防疫观念 不要被错误讯息导致无谓的心理压力和恐慌 华丽县各国中小学在22号就恢复了实体课程 不过有34所学校因为失声确诊 而全校或部分班级停课 位在玉里镇的春日国小 因为在上周也出现了群聚案 家长都会担忧孩子上学 校长表示每天都会落实做三消三测 也就是说进来学校就要测量一次 到中午也测量一次 放学回去之后 学生也都要测量体温以及消毒 每天都要做三消三测 也就是说进来就要测量一次 然后中午测量一次 放学回去测量一次 宣导不要太过于警方 然后面对要去就医治疗 疫情当前还是会跟家长们宣导正确的防疫观念 不要被错误讯息导致无畏的心理压力以及恐慌 另外华丽县政府教育处也提醒 疫情还没有停歇 校园依然不对外开放 而毕业旅行 校外教学等活动也都暂缓办理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